中国审计署8月1日起 将对中央 省市 县乡等五级政府的债务进行审计 路透点名 江苏省是中国地方债务最严重的省份 由于江苏近年来一直位居中国GDP第二高 一旦发生债务危机 可能率先引爆中国地方债务炸弹成为中国的底特律 不见庄州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官委会证实 古雷石化PX长区 今天凌晨传出爆炸没有人员伤亡 不过先前有报道说 古雷PX投资方是潜逃大陆多年的前东地市集团总裁陈友好 一名大陆孕妇因为虚假申诉以及阻挠入侵处人员执行职务 29日被香港法院裁定罪名成立 被判入狱7个月有一个星期 独家机构分析近来不约儿童地认为 中国大陆口音一胎化的人口结构 布上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的老路 不加速结构性改革以及完善货币政策 恐布上日本通货紧缩的后尘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